经过7215天 最残酷 最残忍 最血腥的一场战争 终于结束了吗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三战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这个经纬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今天是8月31号 我们要谈的是阿富汗战争 今天真的可以在美军撤离喀布尔之后 就真正的结束了吗 当然来讲历经了7215天 7215天 简单的说时间是从2001年的10月7号 达到2021年的今天8月31号 刚刚在几个钟头之前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麦肯齐将军 在视讯在五角大厦正式宣布 在喀布尔当地时间 美东时间是周一下午的三点半 喀布尔时间是凌晨 31号的凌晨12点的时候 最后一架美军的军用飞机 已经飞离了喀布尔机场 这代表7215天的阿富汗战争 划下了一个据点 这档战争就像我们讲 它是充满了血腥 残酷混乱 甚至没有结局的一场战争 那当然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些天啊 美国因为在从这个喀布尔撤退的当中呢 甚至撼动了这个拜登总统的宝座这件事情啊 现在在美国国内已经是一件大事啊 一直以来 大家对于拜登在今年接任特朗普之后 实际上原来对他既往都很高 对不对 觉得说你看特朗普都乱搞 这个政治素人啊 把这个美国推向了一个那种 好像是包围中国 然后中美角力在那边没完没了 那我们应该找一个专业的政治人物呢 来治理这个国家 但是1月21号宣誓就任到今天 各位看到尤其在阿富汗的撤军上 那真的是完全没有章法啊 甚至现在这个 真的是印证了一句中国的俗语啊 叫秋后算账 掐子一算啊 明天应该呢 在北半球啊要进入了秋季 那对这个所有的人来说呢 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季节的变换 但是对拜登政府来讲 苦日子开始了啊 现在呢 这个连这个新冠疫情的复发 这个飓风啊 这两天正在吹田纳西州啊 整个灾情的控制啊 还有阿富汗的撤军的混乱 后后统统要开始算账 点名啊 从这个总统 国务卿 国防部长 国安顾问一个一个揪出来啊 说当时谁说了什么 谁做了什么 什么事情是谁决策 你看看 对不对 秋后算账啊 真的经典啊 这个还是美国人算美国人的账哦 还不是外国人去算美国人的账 对不对 那当然讲经过7215天啊 我们看到美国在阿富汗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跟当初原来说实在话911对不对 大家应该还记得2001年911的那一次这个世贸大楼的恐怖攻击 还有五角大厦都遭到这个这等于是本阿登他们的恐怖主义的一个袭击啊 当然对美国来说也是创下建国以来本土啊遭到最大的一次攻击死亡案件 3000多美国人哦 瞬间没命了走了 对不对 当然呢 让美国在第一时间呢 小布什总统时代 立刻宣布啊 我们要打反恐战争 对不对 再去了这个阿富汗开始进入了阿富汗开始打 那那时间是在2001年的10月7号 就美军就去了 接着大量的美军不断的往阿富汗走 最多的时候 在阿富汗有20万美军 20万美军 那个理论上来讲三个月 当时就把阿富汗的这个执政的政府叫塔利班给推翻了 三个月就搞定了 理论上来讲呢 美军呢 在 10月7号进去对不对 10 11 12 差不多年底就可以收兵回家了嘛 因为塔利班已经垮台了 那反正也扶持了一个阿富汗政府吧 对不对 那个你只要给点钱呢 那他自己去治理阿富汗就好了 对不对 本拉登 就追击本拉登 交给情报机构啊 反正美国情报机构 人又养了那么多 这个经费又那么多 让他们去追杀本拉登就够了 好 结果呢 这个三个月的事情拖了20年 20年喔 对不对 这个20年美国为什么一直要在阿富汗不断的派人 这个打仗啊 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 光是军费啊 我们说大概花了2万亿 2万亿喔 这2万亿当中另外还给了这个阿富汗政府大概800多亿啊 给他的比如说训练啊 什么装备啊 什么这边800多亿 那美军的这2万多亿当中呢 当然这个有人说实际上这个战争专家算过啊 不止2002万亿啊 因为照讲这个美军阵亡了2千多人 8万多人受伤啊 这个受伤的军人不是说 他就他的身体功能啊 就全部恢复啊 很多人呢 譬如说打残了 对不对 甚至呢 有这种心理上的疾病 那你后面要有 因为美国军人理论上也都有这些抚恤啦 保险 医疗保险啦 甚至伤脏补助啦 还有这2万亿呢 理论上来讲你是有利息嘛 对不对 你等于是 你不能说这个钞票就是我们家印的啊 你还是要有成本啊 他们掐指一算 如果把阿富汗战争全部从头到尾 经过大概未来可能10年20年 这个当年呢 在战场上的这个美军士兵啊 通通都弄完了 6.5万亿 6.5万亿 跟这个什么2万亿 那小儿科啊 后面后面的大笔的经费啊 还要走 因为美国是一个募兵制啊 那为了要兵援嘛 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啊 这个征兵站啊 在纽约 那上面打的广告是什么 你愿意加入美国吗 这是什么概念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身份的 对不对 那你可能是留学生 你可能是其他的身份在美国 你想变成美国公民 对不对 可以入伍 入伍哦 马上给你办身份 你就变美国人啊 就可以代表美国去打仗啊 对不对 但前提是你要至少干四年嘛 我跟你身份 到这个地步 还有一点呢 这个外国人对不对 不是美国人啊 之外还要想办法 找什么呢 找那种想读大学 读不起大学的人 就说你只要在美国当军人 好像应该是四年吧 四年之后呢 你就可以申请 说啊 我现在准备去进修 我要进修 去读大学 那大学很贵啊 美国读大学很贵啊 那学费年年涨 那基本上呢 你只要去读大学 四年的大学学费 军方买单 去哦 对不对 但前提是你要服役年限购 那很多穷人家 孩子啊 农村子弟啊 读不起大学啊 对不对 因为美国西方概念是18岁离开家 父母也是觉得说你要读大学你自己去赚钱哦 跟我没关系啊 不像我们华人对不对 照顾到小孩子都已经都已经当爸爸了 这个父母还在照顾他啊 这个那里不是西方讲得很清楚 18岁就搬出去 自力更生啊 你也别靠我 我也不靠你啊 所以很多人就去当兵 当了军人之后呢 可以读书啊 这个政府可以给他这个补贴嘛 对不对 他回到军中 他的职位可以上升 或是离开部队之后呢 他有学士有学历 对不对 有经验啊 什么之类的 好 那当然在这个战争当中啊 其实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军工复合体 这个才是可怕 让一场三个月的战争 打了20年 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说要来跟 拜登秋后算账 这个我觉得不急 时间还在看哈 那起飞的这架美军C17的飞机呢 离开了喀布尔之后 未来的喀布尔会怎么样 现在算算时间啊 喀布尔时间呢 我们现在我查了一下 大概是早上9点钟 喀布尔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呢 大概不像是 比如说差四个钟头 五个钟头 六个钟头 它是可能差三个半钟头 四个半钟头 五个半钟头是这样的概念啊 所以当时美冬下午三点半 这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啊 麦肯齐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他讲飞机起飞的时间的时候 那是刚好喀布尔的午夜12点 好 真的会结束吗 那当然呢 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问号 刚刚我们回来讲到一个点上 为什么一个三个月的战争要打20年 因为理论上来讲啊 美国这个在这个20年的战争当中啊 这个他们有估计过大概在军事装备上 都不算人员哦 不算其他的什么薪水 抚恤 医疗什么 这些都不算 光是买装备 一万亿 美国是这样子讲 它的这个军工业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稍稍讲点历史 美利坚合众国刚刚建立的时候 是北美13州 是13家移民公司 变成13个州 好 那联邦政府呢 在这个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呢 实际上本身啊 自己没什么军队 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民兵 那各自武装部队 就各自有各自的武装部队 所以在美利坚叫合众国 就说我们这些州啊 大家聚起来 因为依照美国的宪法 任何州啊 它是可以退出的 如果有一天说 我不要在美利坚合众国 我要退出 理论上是可以啊 你这个州就出去 所以你看美国的州法 跟联邦法 很多东西是 是每个州的州法不一样 光是我们讲那个死刑 你说美国有没有死刑 那下一句就要问你 哪些州 有哪些州没有 所以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 那细节什么都非常多 所以在当时联邦政府基本上呢 在建国240多年前呢 他没什么军队 他基本上呢就是靠各州 比如说要打仗啊 调兵 我们去去这个加拿大跟法国打 当年就这样啊 好 那随着时间的发展 美国在一战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联邦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就开始慢慢就开始增加所谓的真正的美军 美国大概打二战开始的时候 在1945年各位可能都不相信 美国居然还没有空军 只有陆军跟海军 那当时的美国是这样 为什么到今天会发展成一个变成军工复合体来控制政府的局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三三经纬点评 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三经纬点评 我是David郑经纬 那当然呢 这个新西兰呢 已经进入这个 这个封锁的第14天 实际上这次疫情来说呢 我们还在努力抗疫中 这个大家一起要努力抗疫看能不能成功 对抗对抗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这一次来的真相一场对人类的这个世界大战 好 那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谈到阿富汗 经过了7000多天之后 今天的阿富汗的9点多已经天亮了 那虽然是8月31号 理论上呢 没有一个美军了 那这个塔利班呢 现在已经也进入了机场 但是在美国五角大厦国防部啊 现在也也天亮了嘛 他们也慢慢天亮 开始了啊 要这个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 那实际上在稍早的时候 在美国五角大厦 五角大厦的这个有一个叫阿富汗啊 这个特别检查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在做什么呢 他等于算是对阿富汗战争这20年来啊 要做一个一些数字上的这个盘点跟统计 因为军事的东西啊 动不动 国家机密 军事机密 大家不能问 对不对 媒体不能问 就连哦 现在美国在全世界有70个国家 800多个军事基地 每个基地在干嘛 没人知道 那基地的种类啊 当过军人都知道 这个军事基地基本上有一种叫做前进作战基地 这个部队就是说这些这个基地啊 是随时里面有作战部队是准备出去打仗的 对不对 这个比如说陆战队 随时有这种装备能够上飞机或有散兵 我们可以把它立刻投送到需要作战的地方 有一种是叫训练基地 对不对 这个菜鸟新兵啊 来了以后在那边训练 或者有新装备 大家在这边换装训练啊训练基地 还有所谓的呢 呃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后勤补籍基地 做的装备通常送到这边来 保养啊修理啊 人员啊装备啊什么都要进基地啊 那当然这个有各式各样的基地啊 那美国这800个基地呢 是什么基地啊 基本上呢 大家只知道大概有800个啊 在70个国家 70个国家 那那有多少人在外面呢 有多少美军驻扎在海外 大约了啊大约 这个也也也不知道军事机密 你不能告诉你啊 大约15万到20万 这是这是一个大约数字啊 因为在阿富汗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 光一个阿富汗就20万美军啊 你就知道当时在海外 大概有多少我看最好40万 因为固定啊这个在日本啊 大概差不多有这个5万美军 韩国2万6 啊这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其他地方到处都有啊 都能讲800个基地吧 那有多少美军在外面 好那对于这个阿富汗特别检查办公室呢 就开始查 他公布的一些数据啊 是可以给媒体知道的 在阿富汗的整个战争当中啊 这个这个我们叫做军工复合体 买这些装备啊 跟跟哪几家公司呢 洛克希德马丁 对不对 做什么F35啊 这些飞机的公司啊 雷神什么响尾蛇啊 什么这些飞弹的公司啊 还有通用电力飞机引擎啊 还有波音公司 那不用说了 做军机嘛 那么多都波音啊 什么都出的啊 大飞机都是波音 还有诺斯罗普格鲁曼 这也是做些什么 飞军机啊 什么这些公司 他们大概在阿富汗上面 大概就赚了1万亿 这五家公司啊 他调查 2015年到19年啊 大概5年的时间 这五家公司老板就总裁啊 他们的收入多少 薪水哦 五年五家公司 五个CEO嘛 那个收入多少 五亿美金 五亿美金啊 那个你说这个军工 这个军火工业多赚钱啊 随便一家 都几万人啊 我们刚刚讲什么雷神 那个都是7万8万6万的 波音十几万都是这样员工那么多 当然这个我们就刚刚讲前面啊 讲到一战之后 美国开始有了这个 要开始有所谓的 等于是联邦的这个军队啊 那接着呢 这个到了二战的时候 发现了美国没空军 因为都只有陆军航空队 陆军航空队 陆军海军 所以后来在二战之后 美国又多了一个空军分出来了 好 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二战的时候 战争各位知道 打这个打仗叫做后勤 打后勤的 怎么说呢 因为在战争的第一天 我们就讲 现役的编制上的飞机 基本上打光 大战了 我们讲大战 对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有五个飞行中队 那有多少 一百多个飞行员 或两百个飞行员 大概第一个礼拜 都打得差不多了 没了 怎么办 上啊 后面啊 这个军工厂 做飞机的要出来了 飞机制造厂要出飞机 飞行员这边呢 马上要地埔上去啊 这个打仗就是这样 打消耗的 看谁撑得久 你看那个历史二战 那个希特勒最后会输在哪 他的军工跟不上了 跟不上前线不断的消耗 装备打坏了 你后面要源源不绝的上 好 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呢 因为打这个 不管是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 就调动起来 因为军人呢 上前线 那时候美国就把这个 原来在家庭当中的家庭主妇啊 就调到 调到了这个工厂啊 开始这个制造 做飞机哦 做军舰哦 美国在大概短短的这个 大概四五年的光景啊 那这个制造的这个军工制造的工业啊 瞬间提升了 大快速吧 因为所有的公司当时政府规定 就说你原来不管做什么 通通停下来 开始做军用装备 比如说原来做汽车 现在做军车 对不对 原来你说你做民航机 现在做军机 波音就是这样啊 接着大单 大家开始做 把这个整个产业提升 所有家庭主妇进入工厂 快速提升啊 美国最厉害的时候 在二战结束前啊 大概四千吨级的那种驱逐舰 一天平均做一艘 一天一艘船下水 这种速度啊 不然来不及打啊 那飞机更不要说 一天几百架几百架的出啊 不然战场上哗啦哗啦打 而且要给盟军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最后呢 这个美军在二战是装备打胜利了 好 那这些大企业就慢慢出来了 在二战之后 那二战后没仗打 那这些军工是不是都关门啊 军人大家都 那些工厂工人都离开车间回家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呢 就连曾经有一本这个 苏联当时的这些领导人 对于会发生美苏冷战这件事情啊 他们也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对不对 就后来变成美苏冷战 那美国呢 调用大量的这个部队啊 在亚洲 在欧洲啊 对苏联进行包围 那更不要说都要装备啊 这个军工制造业啊 就渊源不全的制造 然后美国就去找了一堆盟友 说你们也要买我的装备啊 这样子我们可以相容嘛 对不对 我教你 然后呢我卖给你 都是最棒最好的 你不要研究 都不要做 就买我的 各位看看 亚洲国家全跟美国买 欧洲也是啊 你要研发 他本来不卖你 你一研发 他马上卖你 对不对 然后呢 维持他的军工制造 但是这个军工复合体 我想大家更清楚的是 政商关系啊 非常复杂 像举例来讲 现在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在 这是这个地马斯 这是前任的国防部长 他以前在哪一家公司上班 我去查了一下 他当年呢 是也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 通用啊 在上班 他年薪比较高 他的年薪呢 大概差不多有90万 因为军工复合体啊 这些军工制造 这个军人啊 还有军方 军工复合体 这个军工业 跟政客之间是三角关系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我要更多的预算 买更多的军火 对不对 我就要去游说这些国会议员 所以每一年这个 很多这些军火公司啊 可以花好几百万 去游说这些军火公司 然后干嘛 游说国会议员啊 编预算 买军火 那军方呢 当然很高兴 那但是军方的这些将领 只要退伍 就全部到这个军火公司上班 像前面讲的 现任的奥斯丁 前面的 马蒂斯 还有之前的艾斯伯 艾斯伯也是什么 当税客 去帮雷神公司啊 去推销 当税客 所以这种三角关系呢 就出现了政客为什么要买单 因为这些军火公司说 我把工厂设在你的选区 好不好 制造就业机会 你在国防委员会 多拨一点钱给我 对不对 让那个军方买我的军火 双赢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三角关系呢 实际上就从二战之后到现在 就建立出来 这个军方要不断的打仗 不断打仗 不断的买装备 不断的扩大编制 然后呢 退伍之后 保证就业 去军火公司上班 那个奥斯丁啊 之前在这个雷神公司的时候 我查他 2016年他进去的时候 他的年薪是38万美金 17年33万8千 18年33万6千 2019年35万1千 然后2020年呢 去白宫当国防部长 这个另外啊 他分股票 股票分了他多少 170万美金 你说这些军火公司 是不是很照顾这些将领 美国有多少将领 都在军火公司上班啊 这个你早是有星星的 一颗星两颗星的 对不对 下来来这边上班 像那个奥斯丁啊 就给压宝压队啦 对不对 雷神就雇他 雇了四年 他现在当国防部长 虽然呢 他写了窃节书 说不会去利益冲突 我不会因为我当了部长 我特别去照顾这个雷神公司 但是 难说嘛 对不对 真的难说 所以美国现在最大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从阿富汗战争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不断的利用 不断战争去推销他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不承认美国是用一个军事力量去治理世界的国家 而认为我们是用一种民主和平的方式 但是从阿富汗的战争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出 美国一直以来所用的这种就是大量的战争解决世界的问题 实际上后面有更多的军火商的利益 还有政客的利益纠结在这里 那随着今天这个阿富汗战争终于结束了 但是呢 世界上也因为这样就会以后有和平吗 我个人倒是非常的怀疑 只要军工企业再一天 世界上就难以有和平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 欢迎在YouTube上面朋友 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好吗 我们就明天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